定期受险的适用人群 定期受险是指在保险合同约定的期间内 如果被保险人死亡或全残 保险公司按照约定的保险金额给付保险金 若保险期限届满被保险人建在 则保险合同自然终止 保险公司不再承担保险责任 并且不退回保险费 保险期限有10年、15年、20年 或到50岁、60岁等约定年龄等多项选择 那么定期受险适用哪些人群呢? 一、有房贷、车贷等各类贷款的人 要知道房贷基本上要还10年、20年甚至30年 这期间一旦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剩下还没还完的房贷谁来还? 二、要赡养父母、抚养子女的家庭顶梁柱 家庭顶梁柱在努力工作的同时 往往要赡养老人、养育子女 若因意外或疾病深故 整个家庭就可能没有收入来源 甚至负债雷雷 三、收入不高但有保障需求的年轻人 刚踏入社会收入不高 积蓄较少 但并不意味着没风险发生的可能 一旦提早离开 爸妈怎么办? 四、单亲家庭且子女未成年的人 如果说三口之家的家庭顶梁柱 需要保险来分担风险 那么单亲家庭带着娃的更需要 因为在所有的风险面前 只有你一个人在承担 同时由于保障期间有限 定期受险相对终身受险要便宜得多 对被保险人的当期生活不至于有太大影响 因此定期受险可以实现 用最少的钱换取最高的保障